烟火巷子 这边的话是陕西西安州志县 这里面有个水街 进去参观一下 烟火巷子水街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这看着这场是不错 看着挺精致的 但是好像游客不多 一些特色小吃 烤面筋烤乐 好像没什么游客 怎么回事 小吃一条街 双脑 婴口巷子 双脑 这烟雾巷子环境倒是见得不错 韩市街的这边见得非常有气泡 你看一下 你看 这个防狗也是仿得相当的漂亮 不会像有些地方仿得太假了 前面是一个大雾塔 是晚上又有表演 晚上有没有表演 来的不是死后 好像是没什么表演 上面的是茶楼吧 虽然游客不多 但是我记得它这里面打造的 是非常的那个精致的 你看一下 是啊 游鱼 游鱼重烧出豆腐 脏腻完整 少不掉的呢 这个地方是晚上夜景很好 等下天黑了早来看一下 西安记忆功效社 老的功效社 早没有穿手 穿着带好运带着 我感觉到很奇怪 来着这个 这个古街 这水街 你看 建得非常的精致 你看 但是游客却是很少的 可惜了 是吧 是很少的人 有知道这边有一个 古街 宣传不到位 而且非常的凉快 龙牙土肚 血泥 不一 这里面又到了这个城江堂 这里又到了这个城江堂 这里又到了这个城江堂 好远的 天还没开 不知道几点钟 是吧 看 我们看 这个城堂 我 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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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鬼吧 我们看那个鬼吧 我们看那个鬼吧 过一下 哇 在晚上的夜景还不错 哇 搞得发发热热的 沙坞也发现了这么多的魂 是什么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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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边露音的 你看 这边好几部车子在这边露音 然后早上这些功能在这边干活了 哇 这个鸡 哇 这个树 这树要挖掉啊老师 这不要了 挖了拿到别的用种啊 哇 是不是介绍的地方 哇 福建了 福建了 那边也是一部风车在那边露音的 我们这部车子也是跟我一样 真的吃早餐啊 感受来的 感受来的 走面吃 走面吃 这个地方露音啊 这挺好的 你看一下 这环境相当的好 相当的好 那旁边的话 就是昨天去看的那个水电 里面经常有一些表演 昨天晚上这边好像有好几部风车 但是早上一打早开走了 我把扎影的车子我又移到这个位置来了 因为下面的话又好像是有六七部床车 风车在那边露音的 我喜欢安静 这个地方 车子比较少 而且这边比较凉快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车子停在这个角落边 那这边有桌子把太阳遮住了 因为现在那个夕阳的话 白天也是有点热的 晚上挺凉快的 是吧 这些地方都是露音的 环境相当的好 然后那里面的话 那一边的话是水街 就是风谷谷街 露音的车子大碗在下面 现在我移到这上面了 你看这上面就我一部车 请勿爽化做爽 爽化一颗赔偿三百 是有爱护环境吗 这两边的停车位都是拿来露音的 但是露音的车子也不多 因为这边的话就是白天还是有点热 连净蛙做爽 损害一颗罚款三百 种粥子也是不容易 是吧 特别是现在春天的话 要长粥子来了 如果是把粥爽给拔掉了 就是它又长不出来 你看这里是不是非常适合露音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露音结痂的地方 现在太阳的话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很凉快 车子停这边就凉快 如果到了下午的话 太阳跑到那边的话 就把车子停在对面 对面又凉快 像那边那么密的地方 如果车子停在那边的话 又是两块的 啊 要找一个露音的地方 不容易啊 今天算是找到了一个 很适合露音的地方 这边阿姨在那边拔什么 拔草 两个当地的阿姨在拔草 不知道拔什么 这猪笋长不出来了 真的长不出来了 你看 现在春天长了很多猪笋 你看 长了非常多的猪笋 你看 你看 长了非常多的猪笋 那也个穿着那个 蓝 蓝色衣服的 可能是这紧急的管理 是吧 他可能就是看这些猪笋 他看那个猪笋 有没有人偷看 是吧 因为那个猪笋 熬了可以吃嘛 你看一下 光着我从那样子 都过来都过去 然后他又跑过来 跟着我后面 他为我要去拔这种猪笋 你看一下 对吧 你看一下这边也有 你看一下 长出来了 是吧 所以说 他想赚那个300块钱 是不是 你想想我来到的 会那么差吗 你想想 他又多下来了 是吧 他就看一下 有没有人 拖拖拖 拖那种小猪笋 你看 在这里面不是长了 很多小猪笋吗 拖到了被他抓到了 就罚300了